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马国际透明组织昨天就公布了这一个贪污印象指数报告 大马在全球国家是排在第57名 在东盟国家当中是排在第三 仅次于新加坡和汶莱之后 排在东盟国家首位的新加坡是获得85分的高分 是跟2019年的分数是一样的 不过在全球国家的排位上升一个名次 跟芬兰 瑞典和瑞士是同列第三名 大马其实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 贪污印象指数从2018年的61名 是跃升了10个位置 排在第51位 这次的双跌排名下跌分数下跌 背后有好几个原因 不过追根究底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应该就是 去年二月尾发生的喜来登正面 突然之间换了政府西蒙倒台 改油果蒙上台执政 因为过去一年国家各个机构的改革都感觉上停滞不全 不论是西蒙或者是国盟政府都没有把建议中的一些改革的东西 把它提成上国会比如说政治现金的法案 那么西蒙政府早前有提成的警察独立投诉与行为布检委员会的法案 IPCMC最后变成了很大程度上没有办法达至那个效果的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IPCC的法案 从IPCMC沦为IPCC 它整个核心就是要求警队问责的精神已经被摧毁了 这可能是我们讲的CPI排名下跌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那么大马国际透明组织他就指着说 其他的原因就包括了去年发生多宗重大的案件被视为是释放不等于无罪的这个判决DNA 这让人民对我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负面的印象 还有国内一些课题都不能够对外对民众公开 比如说龙兴高铁的赔偿的这个细节 还有高盛集团与国盟政府达成和谐协议的赔偿细节等等 这些也直接导致排名下跌 大马国际透明组织昨天就说 尽管看起来只是下跌了两分 但是政府是必须要意识到说 我国的排名跟其他的国家相比 其实是下降了好些个名次的 因此我国在打击贪腐的努力上 其实并没有比其他的国家来得更好 贪污印象指数的得分从0到100分 其中0分就是最腐败的国家 100分就是最干净还有最透明的国家 丹麦跟纽西兰是以88分同列榜首 那腐败现象最严重的国家 就是叙利亚 它只得到14分 那南苏丹和索马里等等的 这些非洲国家也只有12分 那么大马国际透明组织就建议政府说 他们必须要加快体制改革 并且在公共利益课题上 表现出更大的透明度 比如说官方机密法令 就应该要缩小它的 这一个被列为机密的范围 那么这些做法就可以提高 马来西亚在CPI上的排名了 同时他们也列出其他的建议 比如说进一步加强强化 大马反贪委员会的权限 推动IPCMC的法案 而不是IPCC 然后加强制定政治现金法案 尽快的恢复议会民主 那么只有在国家领导 拥有如此的动力和承诺的时候 贪污印象指数才会获得改善变好 那么我觉得目前我们是处在紧急状态 可能要超过半年的时间 因为8月1号才结束 所以在这一段日子期间 国会被冻结 议会民主无法运作 所以明年当它公布 今年的贪污印象指数的时候 相信我们的排名会进一步的下滑 双跌 那么这一项由13项统计计算出来的排名 我国进行了9项的调查 其中一项叫做民主的多样性 就是调查这个个别国家的民主程度 如今国会它不能够开会 除非西蒙议员挑战穆尤丁的 这一个案件成功了 否则的话 国会是没有办法如常运作的 那么这意味着许多的政策上的进行 推动辩论法案 都没有办法进行 这不利于我国的民主 它必然会对贪污印象指数 产生很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 反贪污与彭党主义中心就呼吁说 首相墨游丁整顿政府的运作 以便改善国家的消贪表现 速贪表现 那该中心昨天的时候就表示说 对大马排名跌了六个排名 其实是感到不安的 那他们就指出说 造成排名下跌的因素 像是体制改革停滞 能以获知公共议题的资讯 执法机构持续滥权 还有贪腐 缺乏政治决心对抗制度性的贪污 其实这一些都将不利于马来西亚的未来 那么日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它的报告就显示 大马的外资萎缩了高达68% 那么当CPI指数下滑 又碰上外资减少 这是对我国的双重打击 那么一旦外资认为 大马是一个比较腐败的国家的话 我们将没有办法吸引更多 更好更优质的外资 那么他们将会令到马来西亚 面对更大的冲击 那么针对这一点呢 政府就必须要重视CPI双跌的这个事实 那么也应该在政策上做出适当的调整 比如说在委任政治人物担任这些 政府关联公司GLC的这个高职上 必须要更严谨的这个审查 同时呢 每一年的总继察师报告揭露出的各种舞弊 各种弊端的事情 还有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报告里面的大小问题 都应该要正视还有解决 必须要有问责的制度 以及更严厉的这个惩罚 而不是把那些唯利的公务员 把它调去其他地方就算了 所以这些都是政府他必须 以及马上要去做的东西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麦沙比里呢 昨天的时候就指出说 公寓apartment还有公馆室公寓condominium的这个管理层呢 是可以制定条例保护住户的安全 包括指示呢 一些外籍租户进行官病的检测 否则是不能够进入到公寓的范围内 他说虽然国安会呢 是没有制定这一项的指示 但是呢管理层是可以自行决定 以及制定保护住户的这一个各项的规定 那政府呢 是不会阻止公寓的管理层 制定这一种保护其他住户的规定 不过呢问题就来了 这一项的做法就引起一些 因为可能会增加低收入群体负担的这个做法 而且执行起来呢 可能也会出现灰色的地带 因此呢 庶民在野党 特别是西盟的国会议员就纷纷开口说 反对Ismael Sabri的这项宣布 包括了公正党 Lomba Bandai的国会员Fami 还有呢 就是行动党Skambu的国会员杨巧双 Fami呢 他就说 他担惊说这一项措施出台之后呢 可能会影响到低收入群体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承担检测的费用 同时呢 现有的法律也没有一项条文 说允许管理层这么做 那么杨巧双呢 则表示愤怒 他认为说 这一项的措施呢 将对诸物造成不变 并且责问部长 为什么不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来治国呢 言下之意就说 你的这个政策呢 就不科学 就没有一套的这个系统了 面对这一些西盟议员的批评 伊斯迈沙比里今天就在推特 贴文说呢 就嘲讽这一些议员呢 是位移民的斗士 他就点名呢 Fami还有杨巧双早前的这个声明呢 是误导民众 他说呢 这两个人呢 是移民的斗士 他说呢 对他们来说啊 移民啊 要承担检测的费用 比大马人民的 这一个性命呢 是更为重要的 所以他说呢 或许呢 他们就是移民的 这一个代义士 并不是大马人民的 他就进一步表示说呢 公寓的管理层呢 其实是有权要求 这一些外籍的住户检测 因为他说呢 公寓呢 是属于私人的地区 公寓也可以禁止访客 他说比如说呢 现在在沙拉越呢 外人是不可以到访常务的 那么除了西盟越 反对这项宣布之外呢 医疗专家 还有产业管理专家 也都不认同这种做法 医疗专家就批评说 这种做法 其实是在浪费金钱 还有时间 那么前卫生部副总监 兼传染疾病专家 李国中 他就认为说 检查公寓的 租户的这个做法呢 其实他会增加 后群的这个工作 也可能会弄巧反着 给民众带来 或者是制造一种 虚假的安全感 那么这一种感觉呢 对防御的效果 其实不大 那么筛选的这个 减筛的这个结果呢 只能够说明 某一个人在当时 是没有感染这个冠病 那么即便一名乘客 他提呈 他的这个 曾阴性的这个报告呢 也没有办法直接说明 他之后会不会被感染 或者是他会不会感染到 其他人 那么无论是租户 是本地人还是外籍人士 都没有办法确保 他在一次检查之后呢 就永远不会的感染 我们也不应该太过迷信 或者是放大这种 筛检的作用 当然他的这个成效 他的这个作用 的确是有 但我们也不要忘记说 比如说一些刚刚染病的人士 他没有办法通过第一次的检验 就confirm他positive 要经过多次的检验之后 才能够confirm他是positive 还有一些的这些患病者 他在康复之后可能体内 还残留着一些病毒 所以他检测出来的话 他可能是positive 但这个positive不代表说 他有感染别人的 这个感染或者是传染力 与此同时 有三个产业的管理相关协会呢 今天也发表了 这个联合的文告 声明啊 这一种做法呢 其实是没有成文的法源 同时呢 他们也不鼓励这一种做法 那这三个组织呢 分别就是大马产业 和设施管理人协会 阿兹曼大马皇家特许 测量师工会的主席阿兹利 还有呢 就是大马私人界的产业顾问 经济产业管理人 与估价师协会的主席呢 公国基 他们呢 就认为说 目前呢 是没有任何的法律条文 允许公寓的领导人呢 是可以制定这个条例 强制外籍的租户 进行了官病检测之后 才能够进入到 这个公寓的范围当中 那么这些专业的团体 就认为说 除非国家建筑物或者房屋局 地方政府部 由此发出官方的指示 以及公布标准 作业程序 SOB 否则高楼的建筑物 不能够这么做 OK 这些是专业人士的看法 他们就认为说 目前没有法律允许 采取这一种行为 因此他们强烈建议 他们旗下的所有会员 以及所有产业的这些 management的联合机构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之类 不需要采取这个行动 那么Ismael Sabri 他的这个宣布 以及三个专业团体 看起来很明显的是 对这一种的 Ismael Sabri的这个宣布 持反对的立场 那么他背后说明了一个现象 就是当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 当他没有跟利益相关者讨论 那么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会是这样 当然可能一些人认为说 现在是紧急状态 OK 我们勉强说紧急状态 可以接受这种做法 但是当你的这个stakeholder 你的专 你的这个利益相关者 提出反对的意见之后 那么政府就应该要聆听 以及做出调整 因为所有的防疫政策 都应该以防止疫情 扩大为大前提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引起到一些的不方便 但不应该折腾民众 任何的政策应该是 facilitate not to frustrate 不是要令到民众感到很折腾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一党的击打州务大臣 沙努西在去年上任以来 就发出了很多具有争论性的言行 因此有媒体就因而报道 就指出说 一党的总秘书达基尤丁 将会在来届的大选之后 取代沙努西出任大臣 不过达基尤丁是否认这一则报道的 达基尤丁在今天中午 接受当今大马的访问的时候 就说一党大致上是满意 沙努西担任大臣的表现 OK 是大致上 他的这个言行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那么好 我们要问 为什么会出现 欢大臣的这个说法 这个财测呢 因为沙努西过去半年的掌权期间 他的原形举止不经意之间 冒犯了 以及令到其他族群感到不舒服 他的那种是属于强人作风 是属于那种斗士的性格 fighting cock的那种态度 好听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一个立场很坚定 毫不妥协 不过呢 强硬的另外一面呢 就意味着他缺乏协商沟通 谈判的能力 没有办法很好的谈性 或者是伸缩性的来处理一些敏感的课题 过去大马的政坛呢 可以容得下这些强人政治的领导 因为当时的环境是一党独大 巫统独大 然后可以一言堂 那么在巫统独揽大权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造就类似马哈迪这种强人政治 强人领导的这个作风 可是现在的情况不行啊 去年二月的喜来登政变之后 政党已经是碎片化了 彼此个别不同的政党 大家都需要大家 问题是你需要谁而已 那么当大家都互相需要彼此的时候 就必须要学习如何去沟通协商 还有妥协跟退让了 早前的时候呢 就有一家网络媒体呢 就引述消息指出说 一党会在下一届的大选呢 撤换大臣 就是由他人呢 来取代沙努西的位置 那达基友丁呢 目前呢 是吉兰丹哥达巴鲁的国会议员 也是首相署部长 那报导呢 就指出说 达基友丁呢 在吉兰出生 可能会在来届大选的时候呢 就回到吉兰上任 那以便呢 在胜出之后呢 可以出任新大成的这个职位 那么他就表示说 到目前为止 他依然是吉兰丹哥达巴鲁的国会议员 所以他没有把话说实 因为政治人物 永远都是那句 never say never 永远不能够说 不可以或者是不行 尤其是目前整个政局 充满变数的这个时候 他本身是吉兰人 但是他的从政生涯是从吉兰丹开始 为什么是从吉兰丹开始呢 因为他太太是吉兰丹人 OK 那么他曾经担任多届的吉兰丹州议员 同时呢 也是吉兰丹州的行政议员 过去到现在 他的形象都相对中央 虽然说整个吉兰丹 是相对保守的 这个州 但他在担任这个吉兰丹行政议员的时候 有一次他的这个portfolio 他负责的是地方政府事务 所以他在他掌权的期间呢 没有太多负面或者是争议性的行为 所以呢 他是一个相当 怎么说 可以说是相当稳重的一名 一党的政治领袖 去年二月尾的时候呢 喜来登政变发生之后 西蒙的吉兰州政权呢 也在五月的时候呢 就垮台了 那接下来呢 就由一党 土团党 还有巫统呢 就合组 联合 组成了这个新的吉兰州政府 沙努西呢 就出任大成嘛 那沙努西呢 上任之后呢 确实常常出现了一些 非常有争议性的言论 比如说呢 像宾州政府呢 去追逃这个生水费 我们在主编点新闻当中呢 也谈过了 还有呢 就是拆迁 这一个信都庙最久论 还有呢 就是来自最新的 大宝生节的 这一个特价的风波 那么花一点时间来聊一聊 Dakudin他本身 这一号的人物 他是在马大读法律系的 所以他有法 他有这个律师的这个资格 他的形象呢 过去在吉兰丹的时候呢 也相对中庸 不像其他吉兰丹州的 一党的领袖 经常会有一些 语触惊人的这个谈话 可能因为他的这个 律师的这个背景 导致他在发表谈话的时候 都相对的比较谨慎 没有太多的这个花众取宗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被木尤丁点名 担任这个掌管 法律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 他本身呢 他并不是 宗教师的这个背景 那么如果这个消息 传出来之后呢 或许也告诉我们说 伊党其实现在 也在部署着 如何捍卫 吉达州的这个政权 因为对比之下 桑鲁西跟这个 Dakudin来说 当然Dakudin 他有全国的这个威望 他曾经担任过 州行政议员 那么如今是 首相署部长 所以对他来说 如果他在 下一届大选的时候 从吉兰丹搬回去 吉达的话呢 那么对他来说 他是可以胜任 这个的职位 那么如果他进去 吉达的话 那么可能伊党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排斥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事情 不过呢 这个将会是 值得我们关注的 谢谢你关注 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 我们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